新色花海从12月一日开幕 至今已尽尾声 游客仍把握最后的机会 来观赏花海的美景 今年虽然不比往年 但树大便是美 看这一大片的花海 有红白波斯菊 百日草 迎风摇曳 美富胜收 今年的特色是 设有可思地景区 有巨大的橄榄菜 白色茄子 各式新奇的蔬菜 引起游客的注看 主办单位种苗改良厂是花海的主要舵手 其实他也是肩负国内健康种子种苗供应任务 可说是大梁昌后勤特工队 今年的主办是总经课 转标经课 这区是成果 所以是各个科室的 然后有个成果 然后就是陈列在这边 基改的话 我们是在做那个基因 基改的基因检测部分 那部分我们会属于在生计科目 对 此次主办单位也和金门政府合作 特别展出金门的各式农产品 如金门高粱酒 金门面线等 然后我们这里的商品有金门面线 然后刀削跟手工面 然后我们的一种面体有三种口味 我们有椒麻麻油跟油葱口味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跟比较外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说 你金门外面市面上看得到像这种的东西 但是我们金门人觉得说 那我们金门有金门面线那么有点 为什么不能把它融入到这个商品里面 所以我们在做才会把这个推出 推出我们的金门面线这样子 对 给大家够选择 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麻油口味 跟油葱还有酱麻麻油口味 其实挺受大家喜欢 然后可以试试看 喜欢吃辣的的话就是酱麻口味 它是用花椒下去炒辣油 然后蛮香的 小辣 这样子 谢谢 今天花海规模虽然不如往年 但是每年的花海可是许多人在此时刻等待的宝贵机会 毕竟一年只有一次 观众朋友请好好把握今年最后的美景 2018可以吗 三县社区大学公民记者吴真龙报导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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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righty Zent灵